今天我们学习这款新花样 马甲和毛衣都可以用的一个新花样 九针一鼠花 新手都可以学会,很简单 而且这款花形非常的漂亮 好,下面我们从起针开始来学习花形 好,我们来起针 短针,短线,再锁手边 然后把线从半针这样绕过来 然后按住这个位置 撕一针下针 第一针起好 第二针重复的方法来起针 起到你想要的深数 大家毛衣一定要去量自己的密度是多少 然后才知道你的毛衣要起多少针 不知道密度什么去量的 记我鼠页里面去看 我鼠页里面有教大家量密度的 好,我们起针起好了 我现在起了三属花 我们用三属花来讲解花的 花的编织方法 好,现在我们开始编织第一针 编织我们是下针 然后第二针 我们织两针 反针 好,把线到后面 下针编织 五针 三 四 五 五顺下针好了 我们织两针反针 九针一属花 好,织好两针反针我们来看 好,现在我们来看 边针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生一属花 第一属花我们排好了往下排花一样的 然后第二属花的排法 两针上针 三、四、五、三、四、五 好,五身下针 下来两针 上针 好,第二属花排好了 第三属花 第二属花 二属上针 下针五针 一、二、三、四、五 好,两属上针 好,这样我们三属花就排好了 这里是第一行 也是正面 花形的正面 好,第二行 第二行我们根枝 它是上针的 我们是上针 是下针 我们是下针 你不管是捐织还是片织 第二行我们都是根织 好,反针编织 下针 是下针 上针是上针 好,下面我在反面的时候 我就不是过多展解 大家看我 展解一行以后 反面怎么去织织都懂了 好,下针编织 上针 这里是第二行的编织方法 好,第三行 第三行有变化了 大家注意看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编织方法 好,这里我们继续反针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两针合并 把线到后面 两针 把这针第一针下针和第二针反针 把它合并 合并都是下针 好,合并好了 然后我们继续来继续来织下针 好,到这里是中间针 然后我们 加一针 是中间针 合并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加一针 十下针 现在一样的 这针和这针要合并 这里转个方向 变子针更平整 转方向变子针更平整 你不算方向了吗 变子针不是很平整的 好,现在我们来点伸数 你看 编针 然后1,2,3,4,5,6,7,8,9 这里还有一针反针 别忘了 好,现在是九针 编针 然后1,2,3,4,5,6,7,8,9 九生一属花 现在我们的变化 九针就织好了 好,下一组一样的 这里 反针编织 把线到后面 两针合并 第二组花的编织方法 好,然后再来支 一针下针 好,空加一针 撕一针下针 撕了空加一针 撕一针下针 好,现在两针合并 把它下针和一针反针合并掉 好,这里撕一针反针 第二组花 我们就撕好了 第三组花一样的 撕一针反针 把线到后面 两针合并 撕一针下针 空加一针 撕一针下针 再空加一针 然后两针 空加一针 然后先撕下针 这针是下针 然后这里两针再合并 好,合并好一样的 两端都是一样的 这里有一针反针 好 第三行我们就撕好了 第四行 第四行整行也是根支 是上针的,你是上针 是下针,你是下针 好,加针的地方我们也是撕上针 好,整行这样根支过来 我不再讲解 好,现在到第五行编织 第五行 我们编针 然后这里我们两针要合并 好,合并好以后 这里继续支下针 好,这里我们继续支下针 这里空加一针 然后 好,再来空加一针 好,这里下针编织 好,两针这里继续合并 好,第五行的编织方法 这里也是九针 你看编针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如果你生素多或者少了 那么就是你的花形 你肯定是有地方吃错了 不是合并错了 就是加针都加错了 它是九针不变的 好,到第二属花一样的 两针合并 然后撕下针 好,这里我们继续支下针 再加针 好,空加针 撕下针 好,这里我们两针合并 好,第二属花吃好了 第三属花 重复一样的编织方法 第三属花两针合并 下针编织 好,继续这里下针编织 加针 然后加针这里一样的 这边也要加针 好,这里是两针合并 好,第五行我们就织好了 好,第六行 第六行也是一样的 审行根支 这里根支的话 就是审行都是反针了 审行反针吃过来 好,现在到第七行 六行我们已经吃好了 这里一属花就是九生六行 然后第七行将是我们的第二属花了 然后我们现在又找到第一行的循环点 现在支法又和第一行这一样的 好,我排一行给大家看 大家重复往下支 大家都懂了 好,现在我们又是一样的 跟第一组花一样的排法 好,两针反针 好,把线到后面 五生下针 一、二、三、四、五 好,再来两针反针 好,这里我们第一组花 就摆好了九针 第二组花一样的 把线到过来 两针反针 五生下针 好,再来两针反针 第二组排好了 好,继续第三组 两针反针 五生下针 好,再来两针反针 看,我讲解的 重复花形 大家都找到循环点以后 就往下排 往下排 你一件衣服 不知道排多少个花 那么你一定要用你的线和针 来织我这个花形 织好以后 织好这么高的高度 然后你就量十公分 量十公分密度是多少针 那么你就会根据你的胸围 来起针 好,今天的花形就学到这里 还有不懂的 在我评论器上面留言 好,再来一两金 感谢观看